280 蘭州神報 防騙技術升級要道高一像 2015年7月27日觀點AII 16.1-10086法來的積分對換現金短信裡的連接 銀行家裡近8000元存款就不逆而非 玩一下朋友圈裡的測一測你的前世小遊戲 能盜取個人信息的木馬程序就已在手機租安營窄宅 隨著移動互聯網飛速發展 通過短信等方式植入手機的木馬程序和釣魚連接 正威脅著用戶的個人隱私和財產安全 電信詐騙的技術含量越來越高 一個重要原因是詐騙者能輕易買到詳實的客戶信息 者大大提高了詐騙成功的概率 談論防範電信詐騙的問題 要不開個人信息保護 基於同樣的道理 通過大數據技術 有關部門完全有可能追根數源 查清到底是銀行 通訊公司 還是其他機構販賣了客戶的個人資料 此前 已經有電信運營企業的員工因販賣個人信息獲罪 要治理電信詐騙亂象 非常有必要通過技術手段來防範和追究那聲內鬼 據經《話時報》 既然有限於社會的主要信息